防疫新冠病毒除了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 运动增加身体免疫力也很重要 台东生活美学馆瑞穗会 今天办理了锤球比赛 希望让长者运动强生对抗病毒 来自新北市基隆 东海岸丰冰长冰等乡镇 总共20支队伍同台较劲 气氛相当的热络 来一下乡长开球 瑞穗湘所会首长陈金光 主席陈六安 共同完成开球仪式后 来自全台各地的锤球选手们 顶着大好天气 在瑞美运动公园球场上发挥 精湛的球技 场外选手们也纷纷惊叹 台东生活美学馆瑞穗会 在县政府以及县议会 副议长潘岳霞的支持下 宣在防疫期间办理锤球比赛 现场防疫措施做好做满之外 会长林玉梅说 除了切磋球技 也借此大家能够运动强生 增强身体抵抗力 运动有益身体健康 也可以强生 也可以对抗病毒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互外运动 希望我们持续来推展 由于防疫期间 多数大大小小的活动 全都停办或顺延 这一场锤球赛如期举行 与会勉励的长官贵宾们 为选手加油打气的同时 更不忘提醒大家做好防疫 锤球比赛开幕俨然成了 防疫宣导大会相当有趣 希望这样的一个疫情 可以很快的来处理好 让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这一场锤球比赛 除了花莲各乡镇球队 也有来自新北基隆 东海岸的长冰与封冰 两乡镇的队伍来参加 疫情期间 大家似乎也都闷坏了 趁着今天周末假日大好天气 总共20只的锤球队伍同台较劲 做好自主防疫管理之外 也一起来运动 强健体魄 对抗病毒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